好 這個杜蘇瑞颱風過境之後 馬上又有今年第六個颱風卡弩生成 預計持續是朝日本的沖繩方向 那當然是有機會來靠近 台灣的這個北部的海面 因此呢 現在當然整個 這個預估還要看高壓 如果高壓增強的話 他是有機會距離台灣近一點點 而且類似杜蘇瑞呢 在北轉的過程當中 海溫相當的高 不排除他有機會呢 達到了這個中度颱風的強度 因此在靠近台灣的時候 他會越胖而且越強 只不過呢 距離台灣最近是在下週二跟週三 這個時間點還要再看看 那今天當然主要 還是受到杜蘇瑞北轉 今天有機會就變成了消散 熱帶星低氣壓 但是南方的水氣還蠻多的 因此今天白天雖然天氣還不錯 但是各地都要小心 中午之前零星的降雨 尤其在午後啊各地的山區呢 都會有蠻明顯的午後雷震雨 還有機會擴跡平地 而接下來來關心颱風呢 未來會怎麼樣影響台灣呢 現在呢他大概時速十九公里 速度並不慢 每秒風速呢只有十八公尺 不過呢在這個北轉的過程當中 最接近台灣呢 來看看就落在 禮拜二跟禮拜三 台灣北部的海域 要小心呢 他有機會變成一個中度颱風 而今天主要的降雨 當然他還距離蠻遠的 就是這個杜蘇瑞北轉之後 南方的水氣 今天在中午之前 各地尤其在山區有一些零星降雨 真的雨是比較濃啊 來看看就在西南風的下風處 也在中部以北的這個山區 要小心雷震雨可能會比較明顯 要等到入夜才會逐漸的消散 而在溫度的表現上來看看呢 也是受到水氣稍微多一點點 極端高溫不會再出現 今天沒有高溫資訊 大概北部的高溫來到33到32度左右 要等到禮拜二呢 才有機會來到34到35 今天基本上中南部 也是維持在33度左右 未來一整週 簡單來說呢 到禮拜一之前 這個天氣不穩定 因為水氣的影響 禮拜二禮拜三 就要受到了卡努環流的影響 等到禮拜四之後呢 才會揮到典型的夏季氣候